大家好,我是策展人王小鲁,很荣幸参与纽伦堡阿尔兰根中国电影节的策展,那么我们第七届的这个策展的主题呢是乡土中国,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 但是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以来,八九十年代以来,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激烈的城市化运动,那么这一历史进程对中国文化的走向,尤其是电影文化的走向,产生了强烈的影响, 那么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人呢,都热衷于拍摄城市电影,当然这一倾向呢,也跟中国电影的这个娱乐化运动, 以及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运动是息息相关的,但是从客观上来说,那么中国电影对于乡土社会的关照就越来越少了,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官方框架下,或者说是这个,呃,这个政府引导的这个,这个情况下所拍摄的一些农村题材电影, 但是这些电影往往呢,无法真正的抵达观众的内心,呃,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以来,尤其是两千年以后,啊,中国电影界有一个著名的独立电影运动,啊,呃,有很多导演, 受这股电影思潮的启发或者说是感召,啊,那么他们更强调,啊,独立表达,啊,独立表达,呃,我觉得也是跟这股思潮相关,啊, 那么最近的十年,十几年以来,啊,中国社会,呃,中国电影界呢,又出现了一批,呃,乡土题材的电影,啊,这部电影呢,就是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特点,就是,呃, 第一,啊,就是他们在这个电影制作上的自发性,那不是在娱乐片的框架下,也不是在政府宣传的框架下,啊,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表达上的独立性,啊,他们非常追求这种表达的独立性,啊, 呃,另外一些特点就是说,他们在艺术呈现上,他们布局一格,啊,表现了一种探索精神,啊, 另外一个也是,呃,非常的,在艺术呈现上非常的生动,啊,我们从这十几年的,这个, 这类电影中挑选出了十一部,啊,来展现这一电影思潮,啊,呃,这些电影呢, 呃,包含了,呃,剧情片,啊,也包括纪录片,呃,当我们在这个做这次策展的时候, 其实我们也自己也非常受到启发,啊,也有一些新的发现, 因为当我们把这些电影放在一起的时候,我们发现了他们表达上的某种一致性,啊, 啊,这些作品呢,就是往往是呈现了电影人对中国乡村社会, 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强烈的,呃,忧虑感,啊,忧虑感,啊, 他们对中国乡村社会,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,呃, 呃,思想的动荡,啊,具有非常敏感的这种捕捉,啊,具有非常敏感的捕捉和呈现, 呃,我们愿意称这一波,呃,这这这这些作品呢,为中国新乡土电影,啊, 以区别于,呃,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或者说七八十年代,呃, 在社会主义的这个,呃,国营体,呃,国营场体系下的这这一部分弄村题材电影,啊, 呃,跟他们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性,所以说这部作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贵的,啊, 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德国的观众能够通过看我们挑,所挑选出来的这十一部电影, 能够对中国的现状有所了解,能够对中国的这个电影知识分子的思考的这个品质,啊, 思考的力度,啊,有所了解,啊,感谢大家,啊,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一次策展,啊,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所挑选出来的这些电影,也希望大家在观看之后能够, 有所收获,啊,感谢大家,